哇 你们打了非常漂亮的一张 但是为什么就要那么掉的挑战 我告诉你 赢的人 总有权力重新钉柜子的 可是我们要的只是公平竞争啊 但是我所有认识的人 都被菲尔兰德欺负过 手辱过 按你们的话来说 他是一个吃肉不吐骨头的野兽 所以我们必须打夸他 不能让他重新站起来 不是 这跟我们没关系 天啊 我想警告你 商场不是战场 不是不要弄到你死我活 你要懂得放弃 错 这就是一个没有小样的战场 就得你死我活啊 不过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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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识什么我的家庭习惯了? 已经有多数百年了吗? 第一个商店,第二个人没有尊敬你 你已经迫太远了 我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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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家庭是我的唯一错误 你的家庭都在乱得不服写 你不想弄纸,对吗? 你接受这种离资! 你给你牠们的警察? 那你上车吧 Mira, solo necesito el dinero por unos días Sí, te lo juro Acabaremos con Fernando ¡Para! Si traía algo así ¡Para! ¡Para! ¡No! ¡Para! Si no meola ¡Para! Si meola No! 你好 哪位 喂 咱爸 喂 妍妍 我们被费尔南达的人袭击了 你说什么 你怎么样 你安全吗 他们倒是没敢动我 恋爱被打了 报警了吗 可是他不让我报警 陈 我是蓝阳 听我说 你去啊 菲尔南达的几个生意 遇到了危机 我朋友的情报是缺席了 现在时长一点波动 就可以压垮他 就像多米诺一样 一将倒下去了 他的敌果会传碰他 你跟我讲讲你需要我做些什么 传向江家 请向你的产品 菲尔南达的货 全部会砸在他手里 那样 我们这边刚做完四方视频会议 你是知道的 不降价 打价格战 是我的承诺 陈 你听我说 这一战我会去带菲尔南达 你懂吗 你对我非常重要 而且我的伙伴都在动着我 打出这张牌啊 你求我没有用 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 请你让邱颜接电话 你听我说陈 你不需要你的名义降价 喂 干爸 言言 你跟那样讲 第一 我们的价格一旦降下去 就很难再升回来 我明白 我会尽量说服他的 第二 把人往四里比 不是我的做法 好吧 所以不管是以谁的名义 都不可以 嗯 好 然后抓紧时间回国 一刻也不要耽误 拜拜 拜拜